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快點開始吧 這款遊戲呢 然後密室逃脫解謎 他的英文名怎麼唸啊 我們來請一下Google翻譯小姐好了 勿忘 My Osotis My asshole 的死,有點大聲 我挑小聲一點,弄我一下 好的 這樣應該OK了吧 也不會太大聲,也不會太小聲 老頭這遊戲,這個畫風怎麼覺得有點恐怖啊 啊就是恐怖密室逃脫啊 好不好 休閒小品恐怖密室逃脫 好長喔 小品 小品休閒恐怖密室逃脫遊戲 好不好,這樣可以了吧 好不好 來來來來,我們來玩這個 怎麼說存檔是要蓄伏疤,那麼奇怪 啊,對齁 我弄個全螢幕 欸,等一下 重來重來 我還沒射全螢幕呢 啊,全螢幕比較OK一點 OK,我還沒辦法看完 這款很短,我記得 呃,那個什麼 我看遊戲時間它上面寫 呃 50分鐘吧 如果很順利都50分鐘就可以玩玩啦 對啊 逆勢逃脫就有追逐戰 我幹嘛選最男白癡喔 我還是玩 我還是玩挑戰就好啦 對不對 好啦,反正呢 這個應該 來,待會就可以熟悉一下操作了 我們直接開始喔 這是一款 一邊 一邊躲鬼 躲避鬼異的生物 一邊從未知房子逃出的潛行遊戲 怪物會隨著現實時間流動不停的尋找你 怪物也和你一樣會自己開門 並在房間中移動 只要怪物發現了你就會拿針筒追 你是什麼鬼啊 請好好享受為了不被發現而躲藏的緊張感 嗚 好緊張嗚 好緊張嗚 被狂追的血脈噴髒 耶 被追到我都沖血了 我是指血管 好嗎 隨著這個 以及隨著探索後越來越明朗的故事劇情 本遊戲在音效方面距離 以及方向感的概念存在 所以說呢 我戴耳機 一定是非常的佔優勢的 因為聽得到聲音嘛 建議戴上全罩耳機 太好了 全罩耳機 好 全罩耳機 好 咳 50分鐘把它完成5小時的版本 那我就調慢速就好啦 調慢速度嘛 對不對 啊怎麼一開始就這樣 喔 存檔 嘿嘿 這樣存檔喔 他什麼都沒講耶 一開始就從床上下來 我是誰都不知道 抱枕有點舊 布娃娃還很新 什麼東西 觀察植物 根部有放一張紙條 怪物每天都會來幫我打針 打完針後 總是會覺得噁心和頭暈 我漸漸地 開始失去自我 讓痛苦的事物 全部都消失掉吧 誰啊 怪物會幫我打針 真的嗎 那個衣櫃裡面收納著 樸素的婦女服裝 好的 有灰塵浮在表面不想喝 這代表說 這個已經放很久了 哎呀 燉菜腐爛了 不想吃 啊 啊 啊 やめて 這是什麼鬼 一開始就這樣 你有沒有 顧慮到我的感 等一下 死了 要被追了 NO 哎呦 一開始就來上我了 我躲在床上 非常好 一開始就死掉了 他哪時候才要離開這裡 不要 不要 他跟一般的那種 鬼追人的遊戲不一樣 他好像非常的有AI這樣子 怎麼辦 餃 哎 他就這樣出去了 哦 門後好像有什麼 門後 啊就是他在 他在門後啊 是不是 嗯 啊我可以逃窗出去嗎 哎 他就這樣出去之後 把我關在裡面 不讓我出去了 我等一下我這樣就就就卡關了嗎出不去了 走掉了大大 相簿 兒子出生於1982年6月7日靜幼之遠的照片國小入學的照片加入足球生的照片國中入學的照片 我馬上就結婚典禮這麼快2005年第一個孫子2006年6月4號第一個孫子 排列的小說好的 我感覺有人走從上面走下來的感覺 時鐘值得12.4分 沒有沒有這個 訪完的綠綠綠綠綠綫被擱在這裡 天瓶 盤子裡殘留的這雪許的這個白色粉末 旁邊有個裝有白色粉末的袋子 還有還有裝透明一體的瓶子 裝什麼透明一體阿 講清楚阿 喔原來這裡還有路喔 相當舊了 相當舊了 感覺到時候等一下追來我還可以躲上面齁 感覺不錯的樣子 玩具拼圖 這個梯子感覺就是要往前推的那種感覺阿 感覺就是要往前推的樣子 一些雜誌 奇跡 阿外側 這裡的平面圖 如何工作他人的言行 飲食放東西的地方小孩的名字最初採用 我的名字最初採用 什麼東西 家人的年齡已知的艱難詞彙曲 蛤 這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在寫什麼鬼東西 這遊戲到底在玩什麼阿 刻意的白色粉末 真的 粉末都要拿來幹嘛的阿 蛤 吸得很開心齁 隨著木材燒盡 火也熄滅 欸真的欸會擋欸 來吧 居然會擋 那我就只好開大局了 這樣就不會擋了吧 讚讚讚 好 可以 果然會擋 我們暫時先不要往上齁 我覺得上面好危險喔 勿忘草 種在這裡 學名 媽S喔 好沒有亂講了 花明真的愛 真實的愛 勿忘物 這就是這個 中間的學名就是我們的標題的 遊戲標題的名稱阿 裡面什麼都沒有 唉唷 唉唷 要吃的話都要記得加熱 還有心情加熱阿 這個密碼送來一下阿 誰會照密碼阿 太長了吧 等一下我怎麼聽到有下樓梯的聲音 那個鬼好像在附近 完了我沒有地方躲阿 這個被反鎖啦 這個被反鎖啦 這個密碼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那個 出生年月日阿 我感覺他在附近欸 死定了 嗚呼呼呼 大大 怎麼辦大大 怎麼辦大大 那一面 他們喔 喔喔喔他走掉了走掉了 他跑上來了 跑上來了 2003年3月5號 地畫上面掛著這張照片 水族館前面站著一對男女 大約50多歲 垃圾桶裡面只有垃圾 有個字典鋼筆等等 這什麼 好 陳列著醫學藥劑 症照的書 櫃子的上方 我的目光收到紅色標籤的信 寫著櫃子的上方 也是櫃子的上方 櫃子的上方有什麼 難以從這邊逃脫 外面正在下雨 好喔 有一張駕照掉在玻璃 玻璃櫥櫃裡面了 XXX1948年6月8日生 照片中是一年 一位這個年邁的男性阿 一樣 年邁的男性 會不會跟出生年月日有關係阿 對齁我都忘記要多存檔了 這個遊戲不存檔是找死阿 有針出來好像是怪物在隔壁的樣子 沒有那個針是我剛剛自己按的 怪物隨機出現 嗨你好 謝善剛安安 我剛剛看到那個兩個密碼鎖的 12點9分 這可以推嗎 完了這個解謎好像會有點需要耗死喔 沒有這麼的輕鬆 1982 6月7日 會不會是1982 0607 然後再來2005年 11月22號 1982 感覺也不可能阿 這找到超過了好不好 誰會知道這個密碼鎖阿 水槽密碼 他的水槽密碼好像就只有一個而已耶 鎖住了 鎖住了 這上面也是有時間 12點10分 感覺時間 嗚 感覺時間真的在流逝著阿 這是真正切切在流逝阿 會不會是這個 200335 隨便阿 思路看看阿 不管阿 不是 3月5號 是3月6號嗎 也不是 哈囉 救命 我被困在裡面了 我可以奪母桶嗎 好像不行的樣子 3月老頭還記得三角函數怎麼算 欸 我只有高中畢業了而已阿 我會三角函數嗎 你覺得我會嗎 我看起來像是會三角函數嗎 不會吧 哈哈 等下猜了 我就在這裡不要動好了 他應該不會抓我吧 你看走掉了肥氣 笨死了 完了 這個需要用到三角函數阿 一個30多歲的男女 30多歲的男女 這個推不過去 欸欸欸欸欸我拿到什麼東西 欸欸欸欸 火柴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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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居然拿到火柴了 可以點火嗎 來來來我們來點一下火 呃先存檔 唉 唉 阿那個怎麼使用道具阿 使用道具是哪一顆 好像沒有講使用道具的方式 這個嗎 拿走木材 點 嗚呼 丟點了欸 壁爐 唉呀 有食物耶 喔喔喔喔我可以煮東西吃了 我肚子餓了 讚讚讚讚讚讚 等他離開 先存檔 想幹嘛阿 我在這裡不動應該是不會怎樣吧 就看著他裝逼然後就離開了這樣 藍色怪物 感覺像是那種怪人那種感覺 殭屍 絕對不會是洛克人阿 阿 阿 I hate you I hate you 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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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NO 我這個視窗是不是有點拉偏了阿 好像這樣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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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我我我在調遊戲視窗 阿 應該走了吧 夜走的 霸氣 吃飯飯 哇等39秒喔 36 35 34 阿那我覺得我應該先躲上面一下好了 呦呀 還在阿這小傢伙 快點喔 不要生氣了喔 哇噗真的進來了 那個看不到我吧 喔還好這樣看不到我 這87 欸欸欸欸欸欸 哇吐啊 哦爺阿 屎仔 三角函術沒辦法 好的 把門堵住 把門堵住 嘿 阿還行 吃貼 哇! 我知道! 吃飽了! 就有力氣! 推這該死的東西了!你看一看!我超強! 推得動!然後呢? 是這樣嗎? 喔!爬上去! 小鑰匙! 唉唷! 漂亮喔! 打開它! 唉唷!三月份!裡面有一本日記啊! 3月1日臉色變得越來越差! 3月2日雖然我不願意這樣想! 但是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生活了! 到了第三號! 無法用嘴巴吃東西的! 只能用點滴來補充營養! 兒子來探望了! 看到父母衰老的樣子! 兒子難掩失落的情緒! 然後5號呢! 不知從何開始! 我們都會在他生日時去水族館! 他喜歡海洋敵的生物! 但是今年不能去的! 6號! 我可能什麼都忘掉了! 今天給物旺草施肥了! 收到了孫子們的照片! 好像是在兒媳婦這個28歲生日時拍的! 裝飾在壁爐的旁邊! 喔!可以看到照片是吧! 孫子打電話來了! 雖然他有帶豬聽器! 但他還是沒人聽清楚! 然後9號! 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是舉辦家庭出遊的事! 那時候拍的照片放哪去了呢? 針頭扎歪了! 導致手臂欲輕了! 我走的時候! 你應該會為了我而哭泣吧! 過去一直覺得! 會是年長的! 我先走! 雖然不想這樣想! 但先離開的該不會是你吧! 是不是啊! 是這對夫妻! 夫妻在互相爭吵誰先走! 這樣子! 出門散步! 在公園看到恩愛的福氣! 13號! 他差點出車禍了! 如果卡車沒有停下來的話就死定了! 買了掛鎖! 把出口鎖了起來! 那朵花是他托付給我的! 總有一天我會把這朵花還回去! 我在散步的時候那傢伙對他說我的遭遇感到同情! 這哪有什麼好同情的! 就是一堆日記! 劈踩的時候感到體力衰退! 我從他生命中離開了! 他走了! 一整天都在回味! 他曾經對我說過的話! 所以說! 所以說他老婆先走啊! 我買的布喔! 是一個巨大的貓布喔! 送給了現在的他! 什麼叫現在的他! 剩下來也沒關係! 加點吃一點吧! 怪物做了飯! 蛤? 是怎樣! 那個是他老婆是吧! 決定拿刀殺了他! 出了少許的血! 因昨天的事而買了鎖! 密碼決定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組合而成! 我就知道是出生年月日組合! 好! 順序是由年長排到年幼! 年長排到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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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減的還是用家的? 年長排到年幼! 年長排到年幼! 開車趁你出車禍! 一直出車禍就好啦! 所以以前的同事通了電話 他好像辭職了要計時的工作 所以不早日子持續著! 停了! 好!存檔! 年長排到年幼! 怎麼算啊! 我邀請了五位兄弟同志一起看台! 好!感謝感謝! 從年長排到年幼! 門後好像有什麼! 阿! 你不能進來! 嘿嘿嘿! 嫩! 想幹什麼啊! 欸!不要啊! 不要! 我這個床很舒服啊! 我不讓你跟我一起睡啊! 喔!死定了! 幹!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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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嘿嘿嘿! 還好他沒有撇過來看! 幫我死定了! 完了他又接近了! 死定了! NO! 這該不會是他老婆吧! 變成怪物了! 他還站在門後! 該死了! 下次老頭會不會開CM3D的直播! CM3D是什麼啊! 我下次跟零二拿著水果欄跟花園去看你! 花圈去看你! 什麼東西啊! 怎樣! 是我老了! 我要掛了是吧! 他應該走了吧! 欸! 八旗! 壁如畫旁邊有照片! 喔! 這是老照片! 這個嗎! 一對年輕男女! 2012年12月09號! 這個不重要吧! 我們主要看的應該是年長到年幼! 那應該是這個啊! 19826月7號! 所以說他是198267! 我覺得我應該先筆記一下啊! 再看有沒有辦法解! 198267! 好喔! 然後呢!切蛋糕嘛! 2! 20051122! 不對啊! 這已經超過輸入密碼的範圍了欸! 第一個孫子! 第一個孫子! 2006! 6月4號! 就是200664嘛! 那剛剛說他給他寄的密碼是什麼啊! 我再看一次好了! 哪一個? 用家人的! 他的家人是沒有講是嬰兒還是 還是他的兒子之類的 好的! 存個檔! 不死! 月份嗎? 等一下!等一下! 先思考一下! 用減的是不是 會不會是用減的啊 我來減看看好了 加減乘除嘛對不對 不對 也不對啊 怎麼感覺不對 2005 1122 密碼也不會這麼長啊 床是最安全的 月份組成啊 如果是用月份的話我來看一下 1122 1122 1122 欸不對啊 你說月份組成 6月7號跟11月 跟11月 有什麼關聯 跟11月22號欸 年長到年幼欸 而且密碼組合 他也沒說是幾碼啊 從這一開始要算數學了 對啊 我快掛了 法技線變高了 我已經快要得三高了 高血壓 1982年6月7號 我再去看一下那個提示好了 先存檔 應該不會出現吧 走錯邊啦 欸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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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再看一次 出生月份啊 出生月份啊 是月份 所以說跟年份沒有關係 順序是從年長排到年幼嘛 那我們這個1982跟這個就可以不要理他了 6月7號跟11月22號 會不會是112267啊 不讀 啊 年邁的男性 6月 這個也是6 該不會666吧 年邁的男性 這個可能是他 他爺爺 啊 所以說呢 有此推斷 第一個是他兒子出生 啊 然後第二個是baby出生 第三個呢 這個就是1948 他老爸出生 6月8日 該不會是666吧 你在那邊跟我開玩笑 2003年喔 這個不能算進去吧 這又不是出生 啊 每年生日 每年生日都會 每年生日是不是都會那個嘛 對不對 剛剛那個日記上面有提示到說 好像每一年生日 都會去水族館一趟 那 這個可能就是女性的生日 為什麼3月份的日記讀完之後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的生日月份啊 啊 3月對不對 我自己就是3月生的 因為他後面講說孫子生出來了 孫子生出來了 所以說我也要算我的自己在裡面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他的兒媳婦 兒媳婦 兒媳婦是在那個 是在這個左邊的壁如畫上 我就不懂了 沒關係 我自己是3月嘛 媽媽媽 那個媽媽也算是3月嘛 好 我管他的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所以密碼是33 336 336 126 是這樣嗎 他來了 靠北啊 不是 阿不是是36 阿爸是6耶 6-3 6-3-6-1-2-6 卡尼老师 我可能就是卡在她的那个儿媳妇啦 他和媳妇的那个生日那个月份我猜不出来为什么 可能是他们去拍照那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吧 也不算结婚纪念日啊 算了不管了综合自己出来就对了 密码都随机的欸 拿一把菜刀了 然后呢 要跟他对干吗 不好意思我已经有菜刀了对干 单挑啊 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 我错了我答不赢你 我先走了 不对啊我拿在干嘛 把布隆娃娃砍爆 好像不能砍的样子 所以说我现在手上拿菜刀干嘛 做菜吗 做菜吗 日地上面可能有提及他老他这个年轻男女这个问题啊 对啊 为什么是12月啊 我不懂欸 这个去推算真的好难哦 对啊 就是我拿菜刀干嘛 打爆他了吗 啊 是不是要割那个草啊 他竟然在那里 我割了他 血液从腹部的刀伤中不断流出 紧握着像是钥匙的东西不肯放 也同样的握紧的刀不肯放手 欸为什么我一直在变啊 变老奶奶了是不是 拿走注射剂 打他身上 欸那我可以逃走了吗 不行 他重伤了 我现在拿注射剂 然后呢我要去哪里 欸我一直在变了 是不是变老奶奶啊 打自己 打自己 该不会是做这个吧 真的欸 打他身上 注射 哦 从男子手中获得的出口钥匙 欸他挂了 欸这就是爷爷欸 想不起来 等一下 我怎么时候变老奶奶啦 这该不会是 出去 喔 结局了 是谁啊 结束了 被车撞 所以说是老奶奶失忆症 所以说是老奶奶失忆症 然后他把他把这个照顾他的这个爷爷当成是怪物是不是 好奇怪啊 即便你忘却了一切 即便你忘却了一切 无论受伤也好 无论你眼中的我是什么模样 我对你的爱 依然存在 所以说这刻本就是 所以说这刻本就是 结束了啊 比捐好大声啊 比捐好大声啊 调整一下比捐 不捐好大声 因为因为失智症啊 对啊 就是老奶奶他自己本身他就是把 他就是个老奶奶啊 然后 然后怎么说 他以为他被关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他现在这个视角是以他老奶奶的视角 所以说他根本不记得 对方是谁这样子 结果他老奶奶居然还拿菜刀砍他 砍爷爷 拿动物用的阵地剂给他 拿菜刀打爆一个锁 就有彩蛋老头 打爆什么锁啊 彩蛋不就是数学吗 那要彩蛋了 我们看一下就是什么 本游戏纯属虚构 这是一个纯属虚构 还有吗 没了结束了 结束了 其实这算小品游戏 可是我觉得男生难在那个密码所 真的好靠北啊 你要一直不断去想欸 而媳妇诞生的时间是12月没错 因为结了婚才是媳妇啊 啊 啊 这样硬要讲也太奇怪了吧 结了婚 就是媳妇 所以他也算是出生的意思 是不是 这也太牵强了吧 如果你说 他诞生 就好比说 他自己讲说是以出生年月日 出生月日来 来排这个密码 对不对 出生月日来排这个密码 是吧 你怎么说也不能说你 你的那个媳妇嫁进来了 你的那个老婆 老婆嫁进来了 就从结婚纪念日开始 算是出生 那也很奇怪啊 日记有提到 说怕 说有拍一张孙子的照片 那天好像是媳妇的生日 所以说我略过的那个地方 懂吗 所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 媳妇 所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 他媳妇的生日 你说 没错 这也没错 现在给你听到 听到 相认的 轮到